問一下李批怎麼觀察現在的院內感染 我覺得院內感染就是社區感染的一環 它是裡面的一環 只是說因為社區感染 它牽涉到醫護人力的問題 你會隔離到很多醫護人員 會使得我們的醫療能量受到波折 另外一個剛剛有提過 就是你的潛在疾病的人 比較多可能會容易發生重症 不過我們現在看起來 目前所看到的院內感染 其實它就跟社區感染一樣 它就是有一個不明的來源 然後感染的人也好像都沒有重症 就有一個重症 但是其他受感染者 都還是健康的醫護人員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並沒有超乎預期的快速惡化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最近這幾天 新聞媒體一直都是蠻誇張的 一直在不停的報導各種事件 一看到院內感染 就好像說天要塌下來的 就沒有啦 天沒有要塌下來 一下子有人說要瘋瘋 一下子說所有的人都要採檢 我們哪有那麼多採檢能量 這有點奇怪 那一個感染的醫院來講 它暫停一部分病床嘛 它並沒有所有的業務 可是已經有受 他們的醫療能量已經受到影響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繼續有院內感染的話 那更多單位被隔離 不管是哪一個醫院 整體是不是有正常的醫療 也會受到影響 這個是我們蠻關心的事情 但是反過來說 你想想看 你是一個醫護人員 你戴了護目鏡 戴了N95口罩 然後戴了防護衣 你可以保證說你去接觸病人 不會得到感染嗎 我們就看到說從2003年SARS的時候 就有很多醫護人員 他就不敢 他雖然防護裝備足夠 他不敢去照顧那些病犯 我覺得那些醫生就是沒有資格當醫生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過這個你從專業的角度 專業人員本身都沒有辦法說 他不感染到了 因為這種病毒的傳染 畢竟是有點可怕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絕對預防 這支的傳染狀態 我願不到一個韓國新聞 他說有一個案例 跟另外一個同坐電梯一兩分鐘 但是剛好兩人都沒有戴口罩 然後另外一個就傳染了 可是兩人在電梯內並沒有交談 所以他的傳染力超過一般病毒 就是這樣子 你在醫院裡面電梯 你也不保證絕對安全 尤其是我常常在講 我一直不太喜歡說通風通風 風大的地方吹過來 飛沫就吹過來了 你那時候剛好吹到你的口罩裡面 那就危險了 所以我們還是平常先看這個 我覺得最近一直看到說 一下子說可以户口傳染 一下子復陽 我把它嚇嚇 沒有户口是諾羅病毒 沒有沒有 有啊 我沒有 但是諾羅病毒跟新冠病毒 沒有前一陣子不是說 粕便裡面可以檢出新冠病毒 大家就一直在吵 吵什麼入口罩 根本不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有一個人吃火鍋 然後就是說火鍋店就生意都不好 這很可憐耶火鍋店根本是 那個此以之厭根本不會嘛 好那所以我們是現在看到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有醫院發生 那個醫護人員的感染 那這個是社區感染繼續下去的時候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那怎麼辦 接下來的防疫標準呢 繼續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因為我剛剛有說 私下說啦 就是說我們 我們現在目前的防疫成績其實是世界的標竿 對 其他國家像川普要連任 如果他做的比 後來的成果比台灣差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連任 錯額小國都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沒有WHO的參與 我們做的比他更積極 更成功 這是我們的驕傲 所以我們繼續我們的防疫策略 當然我們可能就是 會更進一步的去規範感染管制 剛剛有提到說 怎麼樣規範 規範到什麼標準 就是比如說落實分區的觀念 什麼叫分區的觀念 因為我們就是說 你在一直在問 我不知道啊 我替觀眾問啊 比如說啦 有一些醫院說不定 他的清潔工就是 整個樓層都在跑 就不行 他要分區 你就是只能在這一區跑 萬一有事情的時候 就只有這一區需要去做調查 或者說這一區要去隔離 你不能夠說 你有問題 整個醫院都為了你關閉 那麼我們會損失傳重 醫療量能就受到絕對的影響 那剛剛講的那個康復工 其實我們都有納入感染管制 包括外包的人 外包的人也有 外包清潔工也有 他是比較難管控 但是我們都會要求 新進人員都要去 接受感控的教育 那可是問題是 他們的流動力太快 所以有的時候就來不及銜接 這個其實我們都有注意到 那在這方面的話就是 技步在加強 技步在偵查 我們現在其實 對於篩檢新冠病毒已經 把它調整放得很寬了 反正你蛛絲馬跡治療怪怪的 心中 眉頭一皺 看起來案情不尋常 就是做檢驗 就不必要拘泥於什麼理由室接觸室 到目前我們放寬條件到現在 我覺得出現這些例子 還遠比其他國外 調出來的少很多 表示我們還是在圍堵 我們要圍堵境外 而且我們要圍堵 可能出現的新興之火 好那如果已經發生 院內感染 你贊不贊成暫時斷三通 比方說三月份斷一下 因為標準不一樣 狀況不一樣 壓力不一樣 然後醫療能量也不一樣 現在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它現在流行的國家 越來越多 你斷三通可能不足 你要不要斷美國 然後斷日 韓國 韓國跟日本 然後義大利 是說我們跟伊朗往來比較少 我們自己心裡面想一想 你現在敢不敢去那邊旅遊 不敢去的話就直接斷了 你覺得自然減少這樣子 沒有就是斷 李P的意思是說 既然你自己都不想去 你為什麼不把它斷掉 是啊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你贊成斷 他比你更了解我 好我問一下李P 這個台灣現在負壓隔離病房 很有可能剩下300個病床左右 所以如果確診的案例再增加 我們會走上類似新加坡這種模式 就是重症的進醫院 然後輕症的可能在居家自我的管理 然後觀察嗎 中間還有一段 就是說其實這個新冠病毒 它並不會空氣傳播 空氣傳播的疾病才一定要負壓隔離 所以它其實當然隔離就可以了 那我們是一開始都是用負壓隔離 是因為它是一個新興有點可怕的傳染病 所以高規格去對待它 我們現在已經有共識了 萬一負壓隔離滿的話 再過來就是單人隔離 一般病床 單人病房 就是一個病房一個 你原來住三個就只能住一個 然後再不行的時候 專者醫院 所有的疑似病例 確定病例 全部到專者醫院去 集中管理 不要發生 不要在各個醫院發生院內感染 再不行的時候 才會說勤政有一個特別的收容所之類的 所以我們會有三段 有好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負壓的容量 第二個是一般單人床 單人床 再過來就是專者醫院 再不行的話就是重症到醫院 這是很失控的情形 才會變成那個樣子 好那我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我看到美國股市 因為上個禮拜重挫180兆 川普很認真又出來開記者會 彭斯又出來開記者會 那你也可以說他是互牌 你也可以說他是信心喊話 然後彭斯就直接說 六週之後開始測疫苗 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追蹤過的莫德納的疫苗 但是當然我們並不知道疫苗 最後會成敗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觀察現在全球的 醫療科技的發展 疫苗是大家跟時間曬跑的 其中一個solution 然後瑞德西韋的case 我看到好幾個歐洲使用 跟義大利使用的case 然後再來台灣如果是剛剛講的 醫療能量的三階段 那我們現在來判斷 可能等到五六月 天氣才會比較熱 然後整個環境的狀況 有可能改善 那表示說我們未來兩個月 就觀察這幾個發展 然後希望台灣的疫情 控制在你剛剛講的 那三個階段都還能夠 撐住的狀態嗎 對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管控總能量就是很有意義的 對我們目前還是依照我們既有的步調 繼續走嘛 那疫苗的發展是我們最期待的事情 但是它其實真的是蠻困難的 以前曾經有人要發展類似sars疫苗 或者是冠狀病毒疫苗 它碰到一個問題 本來疫苗是我們想起來蠻簡單的 就把病毒sars 像那個流感疫苗就類似這樣子 就把病毒sars把它存化出來 然後打到人體就好啦 那以前有一個疫苗 這樣子sars的非核心疫苗 打了以後效果不佳 好像 好像反而出現一些重症的樣子 所以現在我們做的疫苗 都不是整個病毒去做疫苗 那製作上是比較麻煩的 它要去基因重組技術 然後去存化什麼s蛋白 類似這樣子的 你存化了以後小分子的話 它的免疫功能會 自免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看體可能會差一點 然後它就要 因為以前有一點失敗的經驗 就是變成要更嚴格的測試 所以沒那麼快 就是說你開始做人類 我們一定開始做動物試驗 動物試驗看來以後再人類試驗 人類試驗分成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 所以要一段時間 沒那麼快 所以還要一段時間 所以還是要防疫 還是要認真防疫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防疫 然後儘快的看看有沒有什麼 大家功能有效的藥物 可以減少它的傷亡 然後呢 期待夏天趕快到 我們好像以前沒有這麼期待 夏天到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今天印尼也有確診的案例 可是我觀察喔 那個緯度喔 比較靠近赤道的國家 感覺他們的相對案例 比較沒有那麼失控 這個跟溫度 然後跟陽光有關係嗎 這個是一個我學術上的秘密 我一直不太喜歡跟人家講這個秘密 其實我很早就有類似這個疑問 我自己都覺得 你看中南部 我覺得南部案例少 除了那個莫名其妙 金巴黎 但是呢 你看喔 南部它太陽大 然後多數人 他可能開車或者騎噗噗上下班 於是他也比較少搭乘 類似捷運 這種密閉的大眾捷運 然後他的人口密度也相對少 你看很多人都大在跑梯 那台北市你看你電梯樓 那你這樣按電梯都密閉空間 所以這個是不是跟我們生活的環境 還是有關係 有 是有可能有關 像水痘 水痘也是一個不耐熱的病毒 多不耐熱 多不耐熱就是說 在熱帶地區 他都是可能二三十歲 四十歲才得到感染 因為他不太容易喘 他怕熱 在我們這個溫帶 台灣就是十幾歲以前 全部都得到 那韓代呢 韓代就是也是一樣啊 就是小時候 以前沒有疫苗的時代 小時候全部就八九十percent 不是百分之百啦 八九十percent得到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那流感呢 流感也是怕熱啊 那會不會說流感的疾病 盛行率 在熱帶地區比 在溫帶地區 小一點 可是我找不到資料 因為問題是熱帶地區通常就是 low income 經濟比較低一點 他就沒有什麼學術研究 他那天之命不用厭 可是我最近有看到一個paper 就是科學文獻他 他請我去做審稿 就是我看到有一個 他有一個資料就是說 他做一個多幾個國家一起做研究 他發現說有一個國家 他的那個流感的盛行率是其他國家的一半而已 他就有一個那個審稿者 他就去質疑說 你這到底資料可不可靠 你是不是方法有問題 我一看就 欸 農心大躍 就是符合我本來的那個懷疑 因為那個比較低的就是熱帶 那溫帶就是高一點 所以好像以後說不定 我們要注意這方面的資料 說不定熱帶地區真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現在去熱帶地區 去做義工 其實義工啦 這就義工 可是又有愛心 然後又保護自己 不一定是吃到人家的份 有時候也是說人家吐出來的就對了 那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以前美國 真的 美國CDC常有調查過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吐在這邊以後 有人去打掃 結果打掃的人得到 就中了 你在這樣講 全台灣清潔工都要辭職了 戴口罩 戴口罩就夠了嗎 口罩夠啊 就是誒吐物裡面會有病毒 那甚至要大量消毒呢 甚至我覺得說飛沫傳染的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 或者是接觸傳染 因為它的口罩裡面會有病毒 這個弄弄病毒不是只有從負面店排出 尤其在初期 你的胃部啊 你的口腔都會有病毒 那這個病毒要不要隔離 這個病毒它 這個相關的病人 要不要比方說暫時休假 他就是我們要加強隔離 就是標準防護而已啦 沒有特別 就接觸隔離跟那個飛沫隔離 那我問你一個B級的問題 昨天柯文哲說他洛羅病的 他今天適合上班嗎 因為他是一個公眾人物 很容易接觸很多人 第一個就是看他身體的狀況 就諾羅病毒其實它發作比較厲害的時候 它會有點像流感 就會全身痠痛 倦怠 厭食 發燒 都會 那你症狀跟新冠也很像啊 這些症狀都重疊 很少 新冠很少拉肚子 只有十幾%啦 有的研究 那世衛組織的公布的資料 只有3%左右 是非常低的啦 那就是所以 也曾經有人報告過 單純的腹瀉疾 結果是新冠病毒感染 那個是非常罕見的 你如果是上度下限很嚴重的話 你就是輪轉病毒跟諾羅病毒這兩個 5歲以下輪轉病毒為主 5歲以上諾羅病毒為主 然後有群聚現象的時候 就是諾羅病毒 輪轉病毒比較不會攻擊成人 但是諾羅病毒十分容易去攻擊成人 那這兩個病毒有疫苗嗎 輪轉病毒有疫苗 所以你應該要推管一下 這是目前智慧疫苗 輪轉病毒疫苗 智慧疫苗 就是地球上有成功的輪轉病毒的疫苗 有喔 那諾羅呢 可是因為都是兒童發病 所以接種率不高 因為兒童嘛 反正拉肚子不怎麼樣 不過我就常常講說 你要想想看 你是成人 得到諾羅病 得一次你就知道 他的厲害 會多厲害 拉多久 你三天沒有辦法吃牛排 你瘦得了嗎 就是只會吃西飯喝牛奶 吃不想都沒有食慾了 上吐下泄這樣子 這麼嚴重 非常嚴重 那這個諾羅也是這樣 都是這種腸胃道症狀 對 所以他因為他的症狀蠻嚴重 所以有人在研發疫苗 可是因為這個諾羅病毒的 種類蠻多的 所以研發疫苗上面 要去克服一些這種 行別太多的困擾 而且他也是RNA病毒嘛 所以他還是同樣的問題 面臨之後疫苗發展出來 他給你突變 然後讓你無效的問題 所以他會變來變去 對 所以為什麼疫苗很難 那陳老師 你怎麼觀察現在的發展 而且確實這支病毒 考驗各國的醫療總能量 跟公共衛生的控管能力 我想這個川普 雖然採取了這個行動 不過我的評論是這樣 我覺得不管從政治立場 作為他未來領袖 是不是能夠繼續 擔任美國的總統 以及健康的立場 我覺得too late 美國這一次在處理 這個冠狀病毒 我覺得是非常離譜 美國的CDC 從來沒有在傳染病上面 處理過像這一次的 這個新冠病毒這樣 鑽石公主號的撤僑時間 就完了 然後呢 完了之後呢 應該隔離的 跟日本做好隔離 也沒有隔離就送回去 這個決策時間其實都反映 川普在這個地方是有問題的 那我跟各位報導 兩年前我親眼目睹 美國的CDC被川普 把所有美國CDC的研究金會 砍成零 對 被修辱 最後被公共衛生的這個協會 再把錢奪回來 所以就是造成今天的CDC 沒有能力做疫調 所以才會在美國的這個 加利 加利福尼亞這些出現 這樣的一個症狀 這個是我們必須記起的教訓 那所以川普從一剛開始 我認為他並不重視這個事情 一直到美國出現的死亡病例之後 他的DCC 開始出現 所以美國為什麼股市 因為美國人看到川普這種態度 誰敢投資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很多的地方 我們看到川普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他在這個地方是已經太慢了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疫苗這件事情 四月要生產太過樂觀 因為疫苗 他沒有說生產 他說四月 人體 十月 測試 就算這樣 都太過樂觀 因為疫苗這件事情 今天也切得到WHO的歐盟國家 因為全世界在做疫苗 沒有透過WHO跟歐盟這些人 做stock pile的一個產量的估計 他是不可能一個人這樣做的 那更不要說臨床試驗 你要找到人來做placebo 這些問題 都是將來臨床試驗要面對的問題 IRV的問題 美國的體制裡面 有可能讓他這樣子 單獨找藥廠 就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非常非常的存疑 所以我覺得臺灣 我們應該要仔細觀察 當然我很同意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傳染病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如果傳染波可以延遲 We buy time to develop anti-virus therapy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疫苗 這是對的 但是我們想想看 今天很多的國家 韓國 義大利 他們就是因為這些 ISO雷型 quality沒有做好 那川普如果一昧的 都放在這個地方 而對於這些隔離 檢疫的東西都不做 他如何能夠 buy time 去去 develop 這種 anti-virus therapy 跟這個所謂的 我覺得這個邏輯上面 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堅決認為說 我們臺灣應該要好好的 看歐盟的發展 歐盟這十七個國家裡面 絕對也不是省油的燈 可是他們也沒有封關 他們也擴散很快 所以所以我認為在下一階段 要看歐盟整個情勢的發展 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的 他們一定會有另外一個做法 包括德國 法國這些 目前在高度傳播的國家裡面 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 所以我覺得稍微再觀察一下 來投資這個疫苗 以及這個生產 跟美國這邊的結合 這樣才有可能對臺灣的民眾 那我們臺灣已經做 目前我們的Quality跟艾索 我們已經做了 我們就是在buy這個time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有做好隔離檢疫 根據流行並且的估計 大概可以延長三個月的傳染波 所以這三個月就是我們的環境期 所以我們稍微wait一下 不用太急的看川普這邊的投資 我覺得的話會對臺灣的整個 不管在健康也好 生產線也好 產業界也好 它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誤導 那老師你怎麼觀察 意大利跟韓國的變化 韓國事實上是最失控的 韓國這一次我認為他們有一個事情是 當然第一點就是說 韓國人在這一波裡面 也是因為跟中韓之間的關係的考量 政治立場 以及他對於這個經濟 經貿關係 旅遊觀光業跟日本之間 都不願意放棄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的這個境外阻結就沒做 那這是他第一個犯的錯 所以2月7號我們中港澳封掉了 他沒有封 他進來就這樣 那第二點就是說我認為他在醫療體系裡面 他已經經過MERS 我就覺得非常奇怪他為什麼 後來我們仔細分析他的原因 病人的分流沒有做好 因為他把這個MILD的輕微症狀 跟這個非致病性的肺炎 一直到窘迫症 這些非常集中到死亡 全部都沒有做分流 一昧的做大量的篩檢 結果找到的可能都是很輕微的 就這些人都涌到這個醫院去 所以你大量醫院當然就失守了 就失守嘛 那失守完之後你延伸了 再加上這個教會的情記的作用 他整個就燒起來 所以他這個東西完全沒有 你看他現在還在做得來術 他的這個東西就是因為隔離檢疫沒做 因為你在沒有病毒 沒有病毒抗藥性的治療之外 沒有抗藥病毒治療 沒有醫療治療 你只能做這個 所以我認為他是完全是沒有 把這個整個防疫的管理做好 那再加上個人防護也沒有好嘛 所以韓國這一次我是認為 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離譜 所以他們接下來要負擔的 就是後面的 我想之前你們大概也都談過很多 就是後面剩下來這些病人住院 然後醫療誰要來幫忙照顧 住院恢復的日期這些 他的整個體驗 那韓國就最湖北化最武漢化了 對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時間來恢復他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沒有半年 他是沒辦法恢復的 就是說大秋像武漢 然後韓國總人口五千萬 剛好像這個湖北 所以韓國幾乎是湖北化了 那大秋就是直接武漢了 但是韓國資訊比較透明啊 湖北跟現在武漢的資訊 我們看的是補煞煞的 對啊 所以所以我覺得韓國這個地方 大概到這個地方 如果他不封了 或者是說他我沒有封 你看現在其實很多國家都在封他了 開始 所以他其實是面臨的就是 他大概差不多就是要lock down的成分了啦 那大概就是說韓國這個部分 我想就是說 就看他後面怎麼發展 只要他不要把外面再傳過來 我想對世界而言 他大概直到這樣已經是非常嚴重的程度 他再稍微一兩個月 大概全部都全部的全部的城市都已經 現在就等看首爾這個地方守得住守不住 我看是非常 你認為首爾也很難守 我看是非常困難 那如果首爾失守的話 首爾是他的政治經濟命脈心臟 這個很像那個人體啊 病毒從上呼吸道走到下呼吸道 走到你的肺走到你的心臟很麻煩 一個不小心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差不多要到 要到隔離封城的這些程度啦 如果以我們傳染病人看這個 不做這個真的是 已經真的是沒辦法 那至於後面的醫療 醫療要怎麼解決 就看他們的醫療的能量有多高 那我想韓國還是 韓國這個國家 我想他們的守護人力是很強的 對啦 他們98年金融報報 也一堆人捐黃金嘛 所以最後看他怎麼控管 那問一下陳老師 這個病毒還很狡猾 它事實上是可能重組 也可能變異是不是 因為其實這個新冠病毒 我想這個 這個施令盧教授 他們其實都研究 就是他其實有 我們這種病毒本來就有事情嘛 阿花北、六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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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冠病毒是屬於β 這個 那其實病毒常常他會 所以你說到任何地區 只要他的環境不一樣 或者是溫度等等 不一樣 他就會有變異 所以變異就不代表說 這個病毒之後 我們所造出來的這些疫苗 就完全都沒用 就像你今天流感 我們天天都在猜 今年是A株還是B株 每次都猜錯 所以所以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這個疫苗 他這個這個病毒 就是會會有一些變異 那特別是今天這一支病毒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非常難纏的 所以我們叫做黃毅馬拉松塞 因為他這個病毒就是 他的感染輕症 從年輕的人開始感染你 然後年輕的人站了 你看二十五歲到四十九歲 中國大陸的資料 總共有五十Percent 然後十幾十五Percent 侵犯這個六十五 然後那些人有慢性病就死掉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病毒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跟你跟你在那邊玩 然後他他這個病毒量越高的地方 哇他就很強 病毒量越低 他就稍微弱的 然後潛伏在裡面 就是說這個病毒 真的是蠻難纏的 所以才有無症狀這些等等 但是那我再打個岔 我還懷疑這支病毒 會不會像我們講的 那個帶狀泡疹的病毒 他在我們免疫力好的時候 他都不會作怪 免疫力差大的時候 他就長成那個帶狀泡疹 就是他是會反復發的 就是你剛剛講說 這支病毒 他量大的時候 他就給你搞重症 量小的時候 他就沒掛在你身體 因為我搞重痰病 搞重痰病搞這麼久 從來沒有看過說 就算今天這個報導日 跟這個確診日 這個時間會有延遲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傳染病 說進去一個幾天之後 像義大利 這個韓國這樣一爆起來 就這樣子幾百人 幾百人在增加 這真的是表示 他這個病毒在某個時期 一到那個臨界值之後 他的病毒量很高的時候 他就會高度傳播 高度傳染 非常 所以對他而言 他變異並不是 並不是一個很壓抑的事情 所以台灣我想這個 張教授他們做出來這些病毒 三個系列有變異 我覺得這個都是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那有變異就更難防了 對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從臨床上看起來就是說 有些時候啦 你的疫苗不可能說 做出來就百分之百疫防 你有可能只能說 90%變成70% 可是還是會保護一些人 所以我們也不能放棄 對 就是我們不能放棄 因為如果他保護了50%到60% 還是保護嘛 就好像發燒篩檢 大家都覺得說 有些人不發燒 可是發燒還是要射啊 因為那個篩檢 是要篩掉了一半的人 對 至少 所以有些時候 他是一個一個 激勵比例的問題 那我要呼籲的就是說 其實這比較可怕的是說 現在我們今天都看到 人跟人之間 可是人跟動物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蟲組 才是今天這次病毒 原來的SARS病毒的來源 他們不是懷疑現在寵物 搞不好身上也會有嗎 所以他為什麼會擔心這些問題 就是說人也會傳給動物啊 動物再回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人人畜共通感染在傳染病 一向就是一個產生蟲組 一旦蟲組 那就是比較嚴重 蟲組來講 你的疫苗就要新開發 所以這個這個 因為蟲組 所以他如果流感化 他就搞不好 即便是新冠的病毒疫苗 今年是A版本 明年可能是B版本 對 就跟流感疫苗一樣 一年一版本了 對 但是他是不是有發生大重組 這個就是我們很關心 但一旦大重組之後 你那些病人就不一樣 所以一個變異跟一個重組不一樣 一個就是一個人變 他的個性改變 跟兩個人合在一起 產生另外一個人的意思 這樣子大家都知道 那個變異有多高嘛 那現在就是怕這次病毒再重組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目前就是說只要今天 所以我們其實都一直在談人傳人 可是我們忘了說 他們不是在問說 有沒有可能傳給動物 動物再傳給人 當然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在反省說 如果萬一又變成跟流感一樣 我們對於家促家寢這些 從事那些工作的人 也要嚴防他去跟他接觸 因為接觸之後 他就會產生人畜共同談談 這個是另外WHO 非常重視的另外一個問題 張老師 剛剛看到的是彭斯認為 夏天或者秋天 可能會提早進入 這一個疫苗的這一個成果 那川普跟彭斯 每天都出來喊話 一方面當然是信心喊話 另外一方面 確實現在看起來 除了藥物之外就是疫苗 那對付病毒就這兩個方法 因為江醫師臨床醫師喜歡藥 我是做公共衛生 我做前線防衛的話 我喜歡疫苗 那總統一定喜歡做疫苗 為什麼 因為我講什麼呢 因為做了藥之後 只有醫院高興 醫生高興 做主導的政治家 行政院長 沒有感覺 都是院長 但是呢 這兩個機制是不一樣 就是做藥好像說 這個壞人已經到你家裡 只好抽屜拿去 槍跟他打 可是比較好 是我們派保全 在門外就把他擋下來 所以疫苗是後折 那我講一下這個 現在最可能 當然是莫德納這個最快 那是麻州的一個 這個大 這個小藥廠 可是呢 他們專做莫德納後面 就是RNA 對 Modern RNA 所以那個 他專做mRNA的這個疫苗 過去有十幾個產品 陸陸續續在規劃 那我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他可能會比藥物的 比較有效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冠狀病毒有四個蛋白質 核心的有個蛋白質 外面有三個蛋白質 那當然最大的 是我們現在對準他的S蛋白質 可是他還有另外兩個蛋白質 也是可能標的物 他的作用就是說 這個病毒進來之後呢 他可能要找個地方貼到我們的細胞 他如果沒辦法貼到我們的細胞 現在知道是S蛋白質 他根本穿不到我們的細胞裡面 他就擋不住 所以疫苗呢 是先失重之後呢 產生類似S蛋白質的蛋白 我們叫抗體 所以呢 如果我的身體裡面 如果有很多已經類似這個 S蛋白質的抗體 病毒沒辦法入侵我的身體 直接他貼不上來 所以這個是要先做 可是疫苗呢 不像藥 藥品直接作用 疫苗要差不多兩三個月 甚至要打兩三次 甚至更久之後 才會產生夠多的抗體 所以這個是抗體 為什麼要大規模 而且風險大 要國之壓 投資 那大部分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而且你打成人 老人 婦女 小孩 可能不一樣 然後孕婦 就是說你可能不同的人體狀態 那你可以接受的 即便是同一個藥物的疫苗 那他的數量跟他的反應 可能都會有差 都是在臨床試驗裡面 那麼當然他是這樣 他早就已經準備很多 所以為什麼在四十二天 他就申請這個 這個美國FDA的這個臨床試驗 就是他早就庫存一堆了 大概他有準備 他等於拿他現成的出來 因為他們以前做MERS 做SARS已經很有經驗 如果是冠狀病毒來之後 我就把過去的考古體驗拿出來 然後再看看出來這個DNA DNA序列裡面 我可以去猜想大概哪一種最好 他其實他有四五種 同時去送 那麼所以他為什麼會比起傳統的比較快 原因是他小投資 你大廠如果中生中生或是輝瑞 這個一下去投資太大 有可能將來他做一做之後 大公司會跟他合作 開始做大量的量產 因為小公司做前端的研發 對 那麼他先做臨床試驗 到差不多之後 這個大公司就會進來 所以我覺得國家隊 你剛剛談美國國家隊 其他美國最大的就是 菲瑞 Johnson Merck 跟 Arbol 其他是歐洲藥廠 沙拉菲 華國的 因為華國主要 現在災情還不是很嚴重 所以沙拉菲當然是 稍微看一下 比較保守 那我覺得這個變化蠻快的 如果摩托娜的這個疫苗的試驗 一般來講十八個月 昨天這個為這個議題 川普也被叮了一下 就是因為他 他想說年底要出來 年底我出來 如果是他我選錢 你出來才有意義 當然是要出來 我都勝選了 你疫苗才給我出來莫名其妙 那出來就是別人得到好處 對對對 所以他當然希望 所以他跟這個藥廠談完之後 就出來講說 我們很快會提供這個好消息給大家等等 可是後來NIH的發起就出來 哎呦 照道理還是要十八個月 不過如果像這些公司 他們先前的庫存的東西 考古體制準備在那邊 補習起來比較快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很重要一點就是政府要投資 因為大廠說我才不要 因為大部分過去的經驗都血本無歸 那當然你談到說不同族群的人反應如何 這個當然要做廣泛的實驗 那所以我覺得值得值得觀察這個事情 那我當然是希望他們成功 對 就是現在我也希望任何一個人可以越快速成功越好 但是在看到成功的藥物跟成功的疗法 或者成功率高的疫苗之前 我們能夠做的都是防疫 但是美國也因為他的疫情失控 所以才會造成川普跟彭斯天天出來盯 然後國家隊天天加快腳步 所以這個很奇怪 如果沒有選舉的話 可能會稍微慢一點 那如果美國人沒有受到影響 現在西亞特那邊影響很大 那也美國有很多人講說 疫苗也不會出來 就是1月23號5號武漢封城 美國1月31號也只封關 也沒有把國家隊擺出來 所以一定是美國有嚴重的災情的時候 對不起我這樣講 有點這個不是那麼有人道 基本上所有的大的疫苗 一定是到美國非常關切 他才可能會落實 當然現在談的是包括 我們不能只講美國 你看韓國 日本 義大利 這些高經濟的國家 他有強大的購買率 他基本上要生產上億劑 他一定是有這種規模 那你如果大的國家沒有 不過還有一個關鍵是中國也在嘗試 所以中國他步調很快 現在其實到再過來 我們可以依據開始會有國際之間的競爭 就是國家隊也可能有國家隊的競爭 問一下張老師 病毒也是非常致命的RNA病毒系列嗎 我們現在終於理解了 對於病毒有比較大的理解了 特別是RNA系列的病毒 都是非常要人命的毒 因為RNA 他比DNA病毒更容易變化 就是病毒很小 為什麼病毒分類一類叫DNA 一類叫RNA RNA的就是依據他們互製的方式不一樣 還有他的結構不一樣 所以DNA要塞到我們人體的 他們都借用我們的細胞的DNA 互製的工具來生產 他自己沒有生產的方式 他要靠我們 當然不只人類 靠其他的動物 那麼RNA的話是還沒有接上去之後 他就可以動員我們人體的細胞的互製方式 來幫他生產 所以這兩個不太一樣 所以RNA的變異性比DNA還要快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流行性感冒 像這一次的冠狀病毒 薩斯 都是捉摸不定 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一個流感病毒 可以用個五年十年 你看像我們美肝的病毒 美肝病毒的疫苗 我們我們可以用一次兩次 就可以產生長期的抗體 身體就不用 不會傳染 可是流感是每個每年都要打 因為他都變化不定 就變成他的效期很短 就是我們的疫苗有效很短 對 因為這個標的跑來跑去 變來變去 每年你都要去應付他 所以這個RNA病毒真的是更困難 當然這個艾滋病的病毒 也是這種情形 他變化到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找到有效的病毒 等我們開始有效的疫苗出來的時候 他又變了一個形狀了 所以你永遠搞不清楚 你的對象到底是誰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 為什麼這個艾滋病 這個疫苗到現在生產不了的主要原因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蔡醫師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內部現在一片反中的聲浪 那主要原因當然跟疫情的發展 確實重創全世界 包含美國這一次都面對非常嚴肅的考驗 那醫師 你是專業的醫師 事實上最近有好多個case會引起大家的關心跟討論 第一個叫做復陽 我今天甚至看到有一個案例 他死亡了 可是他生前採檢四次都是陰性 結果死亡之後又確定他復陽性 所以究竟這個病毒復陽到什麼程度 這個其實很重要 這是大家目前都在觀察 不僅是國內 暗示時是一個復陽狀況 中國各省也都有 像最近Drama這一篇的話 也是報導四個人 裡面還有三個是醫療人員 一個住院 那三個居家隔離 那兩次陰性符合之後呢 那檢查又全部都是復陽 那只是幸好目前沒有症狀 家人沒有感染 復陽這個我們會考慮到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樣 他是在感染嗎 第二個的話是病毒沒有排乾淨嗎 第三個更重要他會不會傳染別人 我們就四個地方來看 首先的話準確的極限度 採取的部位 恢復的過程以及最後治療的藥物 所以準確極限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採檢 他沒有百分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準確 也就是說他跟病毒量高 跟病毒量低是有關係的 那在病毒量高通常一次就會成功 那病毒量低呢卻不一定 所以說基本上有可能這個復陽 前面兩次的陰性 有可能其實他們是未陰性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是應該是陽性 只是沒有檢查到而已 那所以就會覺得有兩次陰性可以出院 那採取部位呢 基本上現在很多部位可以採 上呼吸道下呼吸道 譬如說尿液糞便啊等等的 那基本上下呼吸道是最準的 直接到檀醫 但是他採取的風險 對於採取者風險最大 而且被採取者是最不舒服的 所以有些時候後續的追蹤 會以上呼吸道為主 那他就來了 那病毒量比較多的 其實是下呼吸道 有可能上呼吸道會先採檢不到 但是裡面還有 那再來的話是尿液跟病毒 那他出現陽性的時間點 也會跟上下呼吸道 時間點不一樣 這又造成一個混淆 那在恢復的過程呢 因為在恢復過程中 病毒量它會慢慢的下降 這造成說有可能會採檢不到 但人已經沒有症狀了 所以他可能兩次沒有採檢到 OK最後一次突然間 被偵測到了 哇那突然又又認為那是腹癢 那就讓人家開始擔心 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治療的藥物 那裡面在初期治療 常常會使用肋固醇 是現在才開始說 尽量呼籲輕症跟中症不要用 重症的話才考慮使用 但在肋固醇的話 在過去的經驗會怎麼樣 它造成病毒排除的延遲 真的喔 是所以說現在肋固醇的話 會在重症裡面的話 讓呼吸的狀況會稍微改善 但是它在恢復的過程後面的話 會造成病毒清除的那個延遲 比較麻煩 所以真正我們要遇到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它還有沒有傳染的能力 目前的話 觀察到 暫時還沒有腹癢的病人 傳染到其他人 而且腹癢的病人 目前暫時是沒有症狀 所以腹癢這個意義 到底代表什麼 現在還在觀察中 那我們到底怎麼處理 這腹癢的問題呢 讓我們看下一章 目前我們台灣 從原本兩次陰性採檢出現到 現在延長到第三次陰性採檢出院 目前到公布的第七版的話 他們兩次陰性沒有改 但是他們陰性出院之後 還要在家隔離14天 才算整個都要結束 這目前的話 我們兩岸 對於復陽這個問題的話 處理的方式 目前到這個程度 那目前的話 希望能夠成功 那這邊的話 下一個議題會變成說 最近又有報導 它會造成腦炎 我覺得這個真的蠻驚訝的 因為肺炎顧名思義肺發炎 然後已經確定它跟流感一樣 有的時候它發炎到其他器官 比方說最容易影響的 可能心臟的心肌炎 也是非常致命的 那個很有可能 一旦惡化那個病情 可能也是非常快速 就可能這個急劇的惡化 可是它也會擴散到腦部嗎 是 它會到腦部 但這個因為當初下的標題 看起來比較驚悚一點 但事實上我們倒過來看好了 會造成腦炎的病毒有哪些 日本腦炎 會造成腦炎的病毒有哪一些 我們常見到像流感病毒 腸病毒 腮性炎 輪狀 或是HIV 甚至是炮疹病毒 炮疹裡面有常見的 像單純性炮疹 那水痘 以及EVV 巨細胞 以及人類炮疹 D6 D7型 基本上的話 我這邊寫出來是常聽到的 還有更多不常聽到的 也就是說 很多病毒都會造成腦炎 不是只有這一隻 然後以全世界那種數據來看 大概每10萬人會有1到3個人 病毒會跑到腦炎去 那目前全球這個武漢肺炎 大概也快10萬人了 目前大概報導一個病例 其實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不用特別的擔心 因為那就是一個病毒正常的 一個狀況跟現象 也不用特別擔心 那這一波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需要注意就是 兒童跟嬰兒的地方 因為他們症狀比較輕 而且重症少 但是有個問題他們帶來比較久 而且到嬰兒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一個很重點就是 他們常常會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狀 所以很難判斷 什麼叫不典型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是以上呼吸道為主 對 那成人的話 還有一些像流感跟感冒的症狀 這都沒有辦法分 也就是所謂流鼻水 喉嚨痛 肌肉酸痛 無理這已經沒有辦法分了 那小孩子稍微有點麻煩 有些時候嬰兒他是怎麼樣 他會吐會拉 甚至食慾不好 而沒有所謂的發燒咳嗽 那他以為這些症狀全部伴隨起來 會導致我們的判斷困難 判斷很困難 那所以的話這樣 就中間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家長就考慮說 我這個小孩到底有沒有武漢肺炎 那就會引起一些很多很多很多的討論 那我覺得這個討論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對於武漢肺炎這次病毒 已經很難用症狀來區分了 症狀的區分對於這些病毒已經沒有效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不是 譬如說什麼一些評分表那都是沒有用的 那重要還是要回歸我們疾病管制局 它所公告的一個文件 文件是什麼東西 就是風險量表 它風險量表是怎麼樣 看旅遊史職業 然後接觸史跟群聚史 那旅遊史的話 因為小孩跟嬰兒 才現在已經全球大流行 是 但是現在我們台灣暫時 很多沒有旅遊史的案例 我們台灣暫時還沒有深圳進入到像意大利 或者這樣什麼擴散到整個社區大流行 所以我們暫時還是可以用這樣子來判斷 譬如說旅遊史對於小孩跟嬰兒比較重要的旅遊史 其實是它的家人的旅遊史 這塊是最重要的 但是問題現在沒有規範到這一塊 那職業也是 不是小孩跟嬰兒的職業 而是家長的職業 很有道理耶 司機啊 導遊啊 他們的 那再來呢 群聚接觸 我們來看看 接觸史的話就是說 像最近像韓國的教會 還好我們的媽祖那個已經不繞了 保護台灣不繞了 那再來的話譬如說像 可是你看你今天這個澳級音樂會 看一樣是密閉空間 對 所以我們下一個就是音樂會 這些集會場所 現在可能要儘量減少參加 再來的話另外一個就是群聚 就是所謂我們的家裡 就是說家人有沒有出國回來 要自主隔離啦 或是檢疫的 那其實這一塊基本上的話 完全沒有規範 也就是說家裡如果有一個人 成員喔 他是需要自主隔離的 也就是說他跟確診病有接觸過了 這個小孩還可以繼續上課 真的喔 是 沒錯 這個小孩還可以繼續上課 這其實有點危險的 家裡應該單獨隔離那個人 讓那一個人跟其他所有的家人 也都完全區隔離 是 這是最好的狀況 否則那個小孩可能就很輕症 沒怎麼樣就好了 問題他傳染到學校 然後學校之後就會 再擴散 那小孩都還好 這一波很少很少小孩重症 那他們就會帶到回家 回家如果老人 那或是說有身上有慢性病 高血液糖尿病心臟病 他如果被小孩傳染到 小孩其實都沒事活得好好的 那大人可能就會比較有問題 那以這一波的狀況來講 他確實比較容易 研發成重症的 都是五六十歲以上 而且慢性疾病的 這個中老人相對比例比較高 是 對沒錯 他有慢性病的話 也是死亡率會比較高 然後男生好像也會稍微高一些 所以他事實上很類似流感的重症 也是中老人 然後慢性疾病 或者長期的免疫力比較差的 他的死亡率會特別的高 是 那他跟流感不一樣 因為他的重症的死亡率 比流感重症的死亡率高很多 對 我們稍後回來 我問一下洪浩雲 據說你們第一線 確實某一些地方 已經有某一些藥物開始短缺了 這個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診所第一線的基層醫護 其實很早就嗅到這個味道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想到說 我們要存口罩跟這些防護衣 有很多人已經想到說要買藥 但是因為這個全國的 應該說全球的這個藥廠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大的藥廠 你會想說奇怪 美國有那麼多大藥廠 他們不會製造這些藥嗎 這個我們要講一下 就是原料藥 學民藥跟專利藥的問題 因為現在因為我們大家 各國都在減低這個醫療的支出 所以呢 藥價被砍得很低 但是呢 專利藥 就剛出來新的藥 像那個什麼瑞德西維這種藥 剛出來一定會可以賣得很高價 在專利期內 過了專利期之後呢 很多廠都可以來出這個 都可以來生產這個藥了 那這個藥就變成學民藥了 但是在製造學民藥的這個原料呢 我們把它叫做原料藥 像最有名的這個普拿藤 它裡面這個乙西芬胺 acetamino粉這個成分呢 你可以想像它大部分的藥廠不會自己去生產這個東西 那到底是誰在生產呢 全球的這個普拿藤的原料藥都是在中國跟印度 那他們製造這些東西之後送到這些大的藥廠再去打定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藥劑呢 定劑跟膠囊跟粉劑 比方說現在感冒喝熱飲 其實這個熱飲是最便宜的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技術成分 它只要把那原料藥包起來就好了 可是你要做成定劑的話 它是緩飾劑型 就是持續24小時 它是一個複合定 就是一個複合物 對就是我是塑膠劑型 我吃下去馬上見效 跟緩飾劑型 我吃下去24小時有效 這是不一樣的技術 那大部分的這些大廠 除了製造專利藥 就是把這些特殊的這些配方制成 握在手上 那一般的學民藥廠 他們做出來的藥沒有那麼的有效 或者是效果那麼好 好那回過頭來就是當初我們本來認為說 中國就算鍛煉也沒關係 因為有印度藥廠 我們還在想說印度藥廠這次已經爽食了對不對 就像我們台灣趁著韓國出事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晶圓廠啊 這些3C產業 結果沒想到原來印度有7成的原料藥 也是從中國進口 對 就是說它上游原料來自中國 它也只是中下端 是的 所以這樣變成說慘了 印度自己知道有鑑於口罩之亂 他們知道說這個藥要先囤起來 他們不出口了 那他們不出口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呢 大的醫院可能囤貨比較多 但是我們基層者所發現 藥噴兩種 第一個是抗生素類的藥 一個是非抗生素的 抗生素類的這一類藥 就剛剛講的肺炎的這些藥 大概這一次進貨之後 下次進貨要6月以後了 抗生素其實一般的觀眾朋友不知道 很多時候你會用 比方說你拔一顆牙好了 你有個傷口 牙醫也會給你 因為他擔心你細菌感染 那很多的 他可能叫做消炎藥 他可能叫什麼 反正一般的觀眾朋友拿到一個膠囊 拿到一個藥定也不知道裡頭成分 然後他的應用很廣泛 然後比方說你有中耳炎 或者你喉嚨發炎 甚至李青春痘 對 然後吃的消炎藥 那事實上都是抗生素 所以抗生素非常廣泛 應用到所有的發炎反應 尤其是在這次疫情就是以感染為主 所以很多病人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抗生素幾乎都不能手軟 因為你不曉得他到底後面會不會是這個病 或者是我們要鑑別診斷 那另外一個非感染治療的這類藥 像內科高血壓心臟病的這些藥呢 目前知道的是台灣的庫存6月份以前沒問題 但是6月份之後 有些發現說如果這個疫情繼續下去 那邊的藥還不過來的話 還是會出事 好啦6月天氣比較熱 我猜復工率會稍微好一點 我們稍後回來 剛剛看到的是美國病毒專家 也是在觀察 這個到底什麼時候會有安全 而且合適的疫苗 那確實因為藉由這個病毒 我們才知道 其實地球上有很多知名疾病 知名傳染病 最後都是被疫苗殲滅的 對其實我們先講一下 我相信這個議題可以在這一次 趁著這一次的心情觀眾朋友 讓大家重新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先講個小小故事 疫苗在最早最早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概念被發現出來的原因 有很多派說法 其實有很多派說法很有趣 他說是中國在宋朝的時候 有一些人家發現所謂的天花 天花是致死率很高 30%左右 而且很多人是會產生失明 或是有疤痕的問題 所以他就把這個 有產生疤痕的 這個人的結痂的皮膚 磨成粉末 噴進人的鼻腔 然後就用一種這種方式 去讓下一個人 他產生的免疫力 然後他就去對抗所謂的天花 那當時這個狀態 因為他的這個疫苗的製造 其實是從人直接就 到下一個人身上 所以他仍然是有 在帶著一些死亡率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慢慢的 一直被人家觀察了 真正在比較先進 就是比較賣比較大步是 大概在1796年那個左右 就是18世紀那個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個 倫敦的一個醫生 他就發現說 那時候有一個傳說 是我們在擠那個牛奶的 那些那個婦人 他們好像得到天花 就算會有也只有一點 輕輕的症狀 所以他就找了一個 小朋友做研究 他就把這個 含有天花的農泡裡頭的 這個那個農泡的農 擠出來之後 注射在這個小孩子身上 小孩子確實有些症狀 但是他症狀是沒有大到 就是所謂的致死等等的風險 等著小朋友 症狀完全全以後 他就真的把真的天花 再住進這個小孩身上 結果這位小孩子 就度過了這一劫 所以你知道 Vaccine 因為疫苗的英文叫 V-A-C-C-I-N-E 他們有個說法說 他其實的源頭 是拉丁文的母牛 母牛叫V-A-C-C-A 所以沒有這個是個小知識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那其實他們都是屬於 最初我們在發現 疫苗這個概念的一些流程 現在疫苗做的沒那麼粗糙 我們不會真的把一個 A的人的身體的什麼東西 拿來種在B的人身上 我們下面疫苗大概分兩種概念 一種概念叫做 它本身確實是在這病毒 但是我們就利用一些方式 去減它的毒 所以它其實還是一個 一個可能具有傳染力的病毒 但它把它減毒到 它是可能能力 只能造成身體上的一些症狀 這叫做活性疫苗 第二種就是非活性疫苗 比如說我們過去的 有一些疫苗 比如說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他們會利用這個病毒的一些特徵 例如它夾膜的多糖體 它的類毒素等等的方式 去幫我們身體 去辨識這一支病毒 所以像這個其實就是說 我們假設當疫苗 在打進身體的時候 它可能會是各種模式 不管它是所謂的減毒的疫苗 或是它是所謂的這種死疫苗 就是它有一些特徵 是可以讓我們身體感覺到的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張 身體呢 當它在接受到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身體其實會有一些 這個抗體的反應 它就會學著去對抗這一支 這個外來的一個特殊的 這個病原體 然後在我們身體 就產生了一個記憶力 到下一次真的在某一個時間點 我們身體真的遇到了純正的 活性的病毒的時候 因為這些記憶體 就存在我們身體裡頭 所以當它發現了它 它就開始去複製它記憶裡頭的抗體 所以對我們身體就可以產生 所謂的保護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年代的現在 產生了一波很大的高峰 包括SARS、MERS 它們都是一個短暫的高峰就不見 但勢必這一波會產生一個很大的高峰 也會產生相對高峰的重症率或死亡率 但是其實這個故事在過去的 每一個世紀以來 都曾經有過遇過很多的案例 包括當時的麻疹 麻疹其實 我們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打個岔 藍色這一條線是麻疹的 這一個趨勢圖 1980年代的時候 麻疹有超過400萬人 所以它是當時的全球傳染病 然後它就漸漸地遞減遞減 接近消失 這一次就是大家應該會有印象叫MMR 就是它把三個都綜合在一起 德國麻疹 麻疹跟這個腮線鹽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會看到說 其實確實在過去的麻疹它的 因為它的傳染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當時得到的時候的致死率 跟它的傳染率等等的 就會讓它產生了一個高峰 自從當時的疫苗發生 它的這個致死率就下降 我們再看另一個 它這個是來自BBC的圖 所以它的翻譯 我們可能一般比較沒有聽過 叫做脊椎灰直炎 它就是小兒麻痹的這個 對 就小兒麻痹 小兒麻痹1980年代也是高峰 對 然後後來這些年都漸漸地消失了 是 但是在菲律賓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 以後再講它 它會不會真的留在下一次這樣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 但是這個是因為小兒麻痹的 疫苗問世之後 使得它在人類的這個傳染 發生的機率銳減 對 就銳減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你知道 如果自己家裡有小孩 你可以去欣賞一下 小朋友都有接種圖 接種圖它就是過去流行病史下來的痕跡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張這個 我特別去找了這個 我們現在的很多小朋友 我們以前在加一科考試 是需要背這張圖的 什麼時間 所以你要打哪個疫苗 是要背的很熟的 就是如果有一個小朋友出生 他要先打B型肝炎疫苗 還是卡戒苗 還是什麼十三架核 十三架結核型 肺炎戀球菌疫苗 水痘疫苗 對 麻疹三線炎疫苗 活性檢毒 千核型日本腦炎疫苗 每一支病毒 它背後在過去的當年 都是英勇的戰士 就是都是橫殺這個 很多的人類的一個可怕的病毒 都是致命病毒 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只知道要打疫苗 我們已經忘記了過去 我們沒有經歷過 我們已經忘記了過去那一段悲慘的 這個病毒所造成身體 跟人類創傷的故事 所以我們已經忘記這件事情 那現在其實我相信大家偶爾會在一些 在這件事還風暴還沒有停 還沒有發生前 你會看到很多相關的文章 對疫苗是有爭議的 我整理幾種大家比較常聽到 第一個就是說疫苗的成分 原因是確實我們在做疫苗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病毒的成分以外 它必須要用一些東西去穩定它 去提升我們身體跟這個病毒的適應力 例如像我講幾個大家比較會在一些網路上看到的 抗生素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穩定它 甲醛 是要去殺死這個有一些某些東西的活性 鋁鹽 鋁鹽大家聽完就會直接想到 跟什麼失智症等等有關 但我還是稍微釐清一下 它的這個鋁鹽的濃度 據說跟這個我們的一些這個小朋友 因為它都打小朋友身上比較多 小朋友我們每天其實都會多手 都少少接觸到一些 包括甚至你的配方奶 你的接觸到的日常 可能就是等於一天的量 所以它其實這個疫苗的這個鋁鹽的含量 是沒有像我們家長看到鋁鹽這兩個字 就覺得非常的恐慌 是沒有的 所以它有很多這些的物質 會讓我們人覺得 有一些人類會覺得說 我不想要打疫苗 甚至最可怕的是 之前曾經在國外有一個學者 他是屬於反疫苗的學者 他就出來說發表一篇文章說 我剛剛提到那支MMR的疫苗 就小兒麻痺的疫苗 對 他就說他跟自閉症的 麻疹的疫苗 他就說他跟自閉症有關 那當時這件事情 雖然最後是被證實了 兩個東西是被錯誤誤導 但是確實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文章 裡頭跟疫苗注射的記錄裡頭 你會發現真的注射率下降 然後確實在某一段時間 我記得是2007年以後 就在美國跟歐洲 都有產生的一波的上風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提醒一下 這個疫苗它其實的概念 是一個保護的概念 但我再講個特殊的名詞 它叫做群體疫苗力 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現在這個五隻手指頭 每隻手指頭的這個地方 都是代表著我可能可以傳染人 假設我今天這一個 這個五隻手指頭的手指頭 這四個人有打過疫苗 也就是好像口罩的概念 這四個人打過疫苗 當他們碰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他們四個是有保護力的 所以不管他怎麼樣 跟他們碰在一起 都不會受到感染 可是假設你四個有三個人有保護力 這兩個沒有 他被感染的碰在一起 他就可能會被感染 所以群體免疫力這個東西 會關乎這一支病毒本人的特性 例如像傳染力高的麻症 他可能要這一個100個人 要90個人打90%以上 那比如像小兒麻痺的這個病毒 它是只需要80%的人打 所以每一支不同 那當然回歸根本 你能夠打這樣的疫苗 是相對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叫做 疫苗對我們身體的保護 我再稍微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台灣做的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正在進行的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叫做我們在防堵病人 你看一下有一張後面的有一張圖 是這一張圖 它是英國倫敦針對這一次的 我們的新型冠狀病毒 它做了一個 我們應該如何去隔離病人 跟隔離病人的重要性的一個圖 你可以看到左下有一個圖表 是有ABC這些人種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的病毒 很討厭是這樣 它會有一個潛伏期 甚至無症狀期 其實已經幾乎不能列在這裡頭考慮 潛伏期後你會出現症狀 所以他就假設 假設我今天A他有一個潛伏期 潛伏期的過程 因為他不知道他有疾病 他不會被隔離 所以他就開始去 到處跟人家拉賽 接下來就會有B C 可能就被傳染了 假設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出現症狀 所以我們追溯到了B 我們就把B隔離起來 B就不會再追溯到症狀 但是如果C是沒有被追到的 他就可以繼續傳染 所以我們要提的是 其實假設人的 我們感染人數少 我們的檢測速度快 我們是可以有機會有效的去隔離他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那一枚 我們先看 從